FC-31登上了华越甲板航母 一击多吃 中国会不会研发两种隐身舰载战斗机 在很多人看来 FC-31舰载机因为得到了国家投资 最先登上的 会是正在试验中的福建舰航母 也就是会优先发展弹射起飞型舰载机 直到前些天 FC-31的实物模型停在了辽宁舰甲板的末端 而这艘航母目前停泊在港口 似乎正在按照计划进行大修 FC-31舰载机登上辽宁舰 是否预示着中国还有一款 华越起飞型的隐身舰载机呢 如果中国海军航空兵 追求舰载机的效率最大化 那么FC-31将会有两种舰载型 也就是弹射起飞板和华越起飞板的FC-31 虽然两者都有足够结实的起落架 但是弹射版本在弹射起飞时的瞬间 对前起落架和前轮的要求更高 机体结构呢也更重 与弹射型FC-31相比 华越起飞型的结构强度相对要低一些 空重呢也要更轻一些 两者的关系应该是 弹射型FC-31可以在华越甲板上起降 但是其携带油料和武器的能力呢 稍微差一些 而华越型FC-31无法在福建线上起飞 但是在辽宁舰和三东舰上 华越起飞时将拥有更大的载弹量和作战半径 换说法弹射型FC-31在华越甲板上起飞 可以用 但是呢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因此有人认为 中国海军可能会同时列装两种不同的 FC-31隐身舰载机 但是如果中国海军要追求 隐身舰载机的通用性 也可能只研制一种弹射型 这对于双航母出动的战场环境 特别有意义 如果再考虑到沙特航台上传输的消息 中国空军将有采购自用版的FC-31 并且呢还在对外推销FC-31的出口型 那么该机起码将有三到四个版本 也就是说可以一击多吃 其中弹射型舰载机应该是机体结构最强的 也是重量最大的 如果有滑越起飞型的版本 那么它的重量次之 而两个陆机版本则可以做得更轻 机动性能和载弹能力也更强 中国空军使用的版本应该比出口版本更先进 即使是出口版本的FC-31 也将具备全面压制美国F-35的能力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 辽宁舰和三中舰一旦装备了FC-31舰载机 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作用是很明显的 中国两艘已经入役的航空母舰 将对美军未携带F-35的超级航母构成压力 一旦出现了FC-31直接面对FA-18EF的情况 美军航母舰载机面临技术代差的风险 就算美军现役的航母都能够携带F-35 也将面临性能不如FC-31的情况 因为FC-31是当今世界隐身性能最好的隐身战斗机 而且以F-35相比 它拥有更强大的飞行性能和作战半径 目前美国航母部署F-35舰载机的数量有限 再加上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出现了长期的控装机 中国海军的山东舰和梁顿舰航母编队 携带FC-31隐身舰载机之后 在西太平洋拥有制空优势的时间将大幅度提前 此外 FC-31是隐身战斗机 其态势感知能力非常强大 对中国航母编队还有一层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大幅度提升航母战斗群的整体作战实力 比如FC-31在雷达静卧的情况下 前处侦查 以055万吨大居上的反舰弹道导弹形成配合 就可以在更远距离上猎杀对手的航母编队 甚至能够让其舰载机难以发挥作用 我们要注意一点 FC-31因为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机体结构 重量更轻 载油量更大 作弹半径更大 当其作为侦查机使用时 完全有实力在美军舰载机拦截范围之外 为反舰弹道导弹提供目标指示 总体而言 FC-31登上山东舰和辽宁舰 必将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 中国海军在西太平洋方向的空中作战实力 不但能够碾压台军战斗机 也能以反舰弹道导弹一起 对美军航母形成克制 中国携带隐身战斗机的航母编队 将直接从福建舰一收增加到三收 这个影响可以说是战略性的